我們看一下這個新制度 其實平常我現在上課蠻有機會 都是用新制度的方式來規劃這個內容 規劃內容 那我們先看 剛剛是把這些都解決了 特色介紹了 這樣有符合我們那個剛剛的流程吧 不小心有嘛 對啊 其實這個就是 等於說我要上課之前我會先規劃一下 那我們現在來看 就準備來用一下 因為找到好的範本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 你剛剛如果有把語系改過的 重新啟動之後 就中文的 有沒有看到這些範本好像都你沒看過的 對不對 右上角看一下 頁數沒有多少就這麼多位 那一段時間也會增加 等到你這些用的差不多了 我想也許你會再換另外一個軟體 先看一看 有沒有很多 但是因為 就像你剛剛看我的簡報一樣 你不要只看封面第一章 你要進去的是 看裡面的內容 所以 它的範本還有一個好處 有比較多中國風 有沒有 像這個 下面還有 一些中國風 你這個在微軟上面真的就比較不會看到 微軟雖然也有 但是就是少很多 沒錯吧 好假設我要這個好了 像這個 我就點進來 它就下載 好現在網路速度還可以 有沒有進來了 你有沒有覺得看到左手邊還蠻熟悉的感覺 好有PowerPoint上升的感覺 對不對 只是它不稱作這叫投影片而已 但是呢你不要急 我們先從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預覽當前 對 就是 因為你選了一個範本 你又不知道它怎麼動 對不對 所以你先預覽一下 看看這個 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 好你看我們預覽一下 好 OK 下一個 蛤 你應該播到這邊 老師就說 你到底花多久的時間啊 蛤 幹不是 你怎麼那麼認真 為了我們這個 害我都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你就改成你的內容就好了啊 我問一下好了 PowerPoint你會不會 你如果開一個新的PowerPoint檔案 你會不會就是 直接沒有拋上範本 然後就用那種白白的 就上去簡報 白紙黑字 會嗎 如果這樣 上課的時候 簡報老師說 嗯 你昨天沒有睡好 哈哈哈哈 奇怪 你怎麼這樣就趕上來 對不對 好 但是這樣就不一樣 所以 我會希望各位 你可以先怎麼樣 你先進來看一下 看他這個簡報大概 呈現的樣子 好 那你再來決定 那麼 如果你 確認OK的時候呢 欸 有可能 這個不見得是你喜歡的 對不對 沒關係 你可以從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有 首頁跟興建 對不對 那因為有些人是這樣子 這個不喜歡 我就直接挑另外一個 但是有些人是奇遇著馬 他覺得這個還OK 但是他想找看看下一個男人會不會更好 哈哈 啊 如果那個不好 我就回來找他這樣 沒有開玩笑 好 就是說你如果說萬一 欸我覺得這個 嗯 可以列入我的口袋名單裡面 我可以就只能按興建 那Focus蓋呢 你可以同時兩個到三個 不過超過三個 就是超過三個 就是第三個以後 他會告訴你說 太多 可能會影響效能 好 所以你看我們下面這邊 有沒有 這裡就兩個 視窗了 對不對 好 那你就可以再挑看看 欸其他的 我想看一看 是不是也是我需要的 好 我就再點下去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自己挑 欸如果這個是你要的 那這個當然 我就可以很輕鬆就關掉 好 那如果說你是直接按首頁的話 就變成 我這個就捨棄掉了 待會兒你再找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所以第一個動作 您可以先挑一個 你喜歡的範本 記得先按上面那個預覽 去預覽一下 看看好不好 給各位試一下